老虎威猛凛然和狮子笔尖百兽之王 当虎威融冠于舞蹈、艺术和音乐 就形成了中国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就是海南虎舞 那是逢人影五年 这个三百年历史的传统舞蹈 岳阳渡海到我国落地扎根 由雪龙海南会馆来弘扬传承 奈何疫情威胁还没有解除 多数的线下青春活动被迫取消 民众也没有机会在场倾毒海南虎舞的舞姿了 在我国多元社会 龙狮团的五师舞龙无人不小 但说到一般十二年亮相一次的舞虎 相信有的人摸不着头脑 就在今天 雪龙海南会馆牌楼 不但树立了两座八尺高的海南虎舞雕像 还有两头威武夺目的海南虎舞 获得国家团结部长 拿渡哈利马亲手点睛 随后起舞渔滨 眼前的胡舞源自中国海南省 在明朝时期从中原地区传入当地 在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周边农村 尤其盛行 它不但是舞蹈武术和音乐 交织融贯的独特文化 具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和乡土气息 当地人也借此祈求五谷丰收 人畜平安 生意兴隆 顺心顺意 海南虎舞还被列入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路 雪龙海南会馆为了将海南文化发扬光大 趁着人影虎年将这门文化引进我国社会 并成立海南虎舞团 虎头虎身是由本地一名海南文昌人 成立的武师师头制造商制作而成 无独有偶的是 马来亚虎是我国国寿 为海南虎舞赋予了更深一层的价值 既运台民族文化也传递爱国一时 即便海南虎舞难得一见 但基于防疫优先 预防人们群聚 海南虎舞未能再来临的新春佳节现场助兴 改为线上演出 海南虎舞未能再来临的新春佳节现场助兴 海南虎舞的新春佳节现场助兴 确定夭折其余改为线上进行或是仪式重建 当中包括除夕夜街财神 线上挥春比赛 祈福活动等 阿渡空间红美玲 实习记者陈乐宜 吉隆坡采访报道 阿渡空地 北京 阿渡 我跟他一天